目前中国的快递从业人员已经接近600万了 外卖的从业人员也有800万左右 这是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 希望能成立一个中国快递和外卖一起的节日 希望让他们从业的时候有更多的认可感和获得感 2023年快递小哥汪勇有了新身份 全国人大代表 全国两会召开在即 首次履职的他将目光聚焦快递业 建议把每年的2月1日设立为中国快递元节 让快递小哥感受到大家在关注这样一件事情 大家会给他一祝福 那我觉得这就是对他们来说 不管是从心理层面 还是他从业的这个职业的这个层面 我觉得都是很大的鼓励和帮助了 2020年疫情席卷武汉 当得知医护人员面临出行困难 生活物资短缺等难题后 汪勇毅然当起百度人 发挥快递员自身优势 整合出租车 餐厅 物流等资源 为他们搭建起共餐 生活物资应急配送网 这一年 汪勇意识到这份工作并不频繁 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到 我们快递行业就是一个民生保障行业 不管是在平日里 还是如果万一有需要的时候 快递小哥这个群体就是城市的血液 一定会为我们千家万户 保家护航 汪勇称得知自己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 曾前往多个物流企业和快递网点调研 了解一线快递员的诉求 并与中国快递协会探讨 既然已经有这样一个神圣的任务在我身上 那责任肯定是很重的 之后也希望自己能加快的学习吧 更有能力把这个责任和这个职责发挥好 数据显示 2014年中国快递业跨入百亿件时代 以快递业物量140亿件首次居于世界首位 2022年中国快递包裹数量突破1105亿件 总量占全球一半以上 以连续9年居世界第一位 疫情期间 中国快递更是以每天3亿件的流量 和30%的高增速 为万千商家亿万用户 提供便捷高效的基地服务 解决了流通难题